好的主播 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内部起火 橘红色的火光熊熊燃烧 伴随着大量浓烟不断窜出 向四周扩散开来 木柴工厂窜出火蛇 熊熊火光越烧越旺 消防出动挖土机 穿破墙体 紧急破门 涉水灌旧 27日晚上8点半左右 高雄市小港区金绿街 一间木柴工厂发生火警 消防人员到场时 现场已经有火烟窜出 消防人员布设多条水线 紧急涉水灌旧 而由于起火点在铁皮厂房内 加上工厂内堆放了大量的木材 火势延烧相当迅速 但您听一段稍早访问 现场是一间废弃木材的加工厂 燃烧的面积大约是400平 1200平方公尺 那目前火势已经控制住 索性在锦销合力抢救下 火势在两个多小时后被扑灭 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以上对新主播 我是哈远怡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怡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